女儿即将出生的娇哥 又有新节目咯 13号她现身新节目的记者会 要跟一群国中生打交道 虽然笑说是抢先玉席当霸 不过说到这件事 却引起梗如怒火 她最近公布了一个女儿的 超英伯 对啊 可爱吗 蠻可爱 眼睛有点太大了 我觉得 我老婆很在意 她一直在念 一直在念 她很不开心 她说我怀了半天 结果都像你 我说我们不是夫妻脸吗 那像你就是像我啊 她还是不接受这个安慰 她希望有第二胎 她就是想要扳回一层 生到一个像她的 因为她最近也不太舒服 因此她抱怨多也是合理的 我概括承受 都是我的错 为什么你要像我呢 玉米 而最近有剧主发生意外 造成幕后人员醉骨身亡 在演艺圈引起哗然 交个看到也是很不舍 这个我 对 第一个当然是 像这两位同业之哀 非常非常难过 那一耿荣自己的状况 她的例子太多了 在我跟她交往的这个八年多 有钢丝的 有跳海的 有骑脚踏车 要下去两公尺深的洞穴的 然后像跳海没有保护措施 她只跟她讲说 如果你有状况救生员会从那边游过来 蛤 那来得及吗 好 你不跳 后来新闻就出来说她耍大牌 就被爆掉 这就是现在这个生态 我觉得大家 可以为戏 卖命 但不要玩命 真的不要闹了 拜托你换个心情 那天早上是被那个新闻 弹跳 弹起来的 下风这样 但是还是替她开心 因为当年她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刚好见证那一段 那时候我们也是像家庭一样 所以包括出去玩 以我二十年前的印象 这个光头先生是不错的 我的印象他是非常紳士 你不要看他长得一副好像汉子这样 其实他非常温柔 我印象中 当然这二十年我不知道有没有改变 应该是没有啦 但起码我觉得他很浪漫 你说二十年没换电话也是奇迹了 那最妙的是 二十年女生没换 男生也没删 这才奇怪 有跟大人说小时联络吗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我们都是在工作上遇到的比较多 私底下大家都有家庭嘛 你不要害我嘛 有也不会告诉你 不是啦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有没有 对 我有 可